我国航空业表现强劲 7月份的客运量同比增长了14.3% 达到880万人次 岸月也增长了7.7% 今年首7个月累计客运量5540万人次 符合航空委员会的全年预期 委员会执行主席拿督斯里沙里布丁发声明指出 国际航线功能恢复 国际旅游增加 中国印度游客30天免签和新航线上路 让7月份的客运量恢复到疫情前 也就是2019年7月的91.7%水平 国际航线是带动复苏的主力 非东盟市场的强劲表现凸显我国作为 旅游景点和转运站的地位越来越高 国际航线的余月 主纪移编的国际航线 和天然各国际航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